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今天一天都在聊缅甸的事情 缅甸政变,缅甸把昂山素季给抓了 大家都在聊这么一个事 你要说缅甸,我稍微还了解这么一点点 略知一二略懂,我是怎么开始关注缅甸的事情的 那是多年之前我看一部电影 那时候我看的是这么一部,抑郁这部电影 这是一部非常老的电影 我在我的节目里面偶尔会聊出来个什么 压一下子故玩 正是因为这部电影抑郁 我是开始关注了缅甸那边的事情 在三四年之前 还认识了几个缅甸的朋友 咱就实话实说 有的是在那边开机店的 有的是做导游的 有的是开饭店的 那边人民币也流通 那时候边境的越境也是特别的容易 你这边中国人去那边去旅游 他们是欢迎的 之前你一提什么金三鸟 毒品 然后就是很神秘 很恐怖 现在来看它其实没这么神秘 现在缅北地区也是逐步的朝这种旅游业去转型 朝博彩业去转型 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一些产业 那话不多说 咱们就进入主题 今天咱们聊缅甸的事主要是因为什么呢 说是昂山素季 涉嫌 选举 这个词是不是关键词 油管不让聊美国的事情 4B跟6B之间的事情 缅甸可以聊 缅甸的昂山素季 涉嫌选举舞弊 这个话题应该不敏感 有意思 那么现在的缅甸就有两个对立面 一个是昂山素季 一个就是缅甸的军方 如果一定要说这双方是谁好谁坏 一定要分出一个黑白对错出来 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咱们只能说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就是说缅甸的军方跟昂山素季 我更倾向于支持哪一边呢 我更加倾向于军方 那我为什么我不太支持昂山素季呢 咱们就分这几点说 首先第一点 就直接就是看图片 有推有真相 你看看跟昂山素季合影 都是哪些人 奥巴马 还有希拉里 这些人跟他合影 这就是进竹扯治 进墨者黑 像奥巴马 像希拉里 这些人都是一些什么货色 干了多少坏事 昂山素季 跟他走在一起能做的个好吗 这是第一点 这进竹者赤 进墨者黑 那么第二点呢 关于这个昂山素季啊 我是想说啥点好 就是做节目呢 要客观公正 就是要调查 要找数据 谷歌上 我是搜了很多 你看关键词 昂山素季 政绩啊 我说找了好多 找了好多 找了好多 翻了好多页 但是就是说 没有战而八经找到 关于这个昂山素季 这几年呀 他对于缅甸有什么杰出贡献 坦白讲 还真没有 还真没什么政绩 你说他是一个民主活动家 也罢 还是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好 头顶上的光环一大堆 你看这个昂山素季 你打开这个维基百科呀 你去看一看啊 就是说 他这里没有怎么去介绍 他这个政绩 但是这个奖项 确实是一堆啊 头顶上的光环 除了一个诺贝尔和民奖 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奖项 都有一大堆 这就让我做这个节目 很难办了 我倒是想站在一个客观 公正的角度啊 去评价一下 是吧 你有哪些政绩呢 我也找出来 我也说一说 是吧 客观公正嘛 但是呢 确实是没有找到他的一些什么政绩啊 头顶上的光环非常多啊 为了什么 为了民主啊 为了自由啊 为了缅甸人民的福祉啊 头上的光环真的是非常的多 但是他的政绩啊 真的对不起 我是没有找到 当然了 如果说有现在人在缅甸的朋友 觉得我说的不对 觉得我功课没做俗 OK 你也可以来反驳我 你也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 欢迎在缅甸的朋友来批评啊 来指导 没关系啊 这是其中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对昂山素季的这个选举舞弊的指控到底是真还是假这么一个问题啊 我呢我也是找了一下啊 我这边找的一个数字是缅甸的军方称全缅甸共有860万起选举舞弊事件啊 这个新闻来源呢是大纪元 实际上我在其他的媒体我也找到了这个860万这个选举舞弊的这个事件啊 这个数字呢是860万 那么对于军方的指控说这860万起选举舞弊的事件到底是真还是假呢 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事情 在这里面我谷歌我也是搜了一堆啊 昂山素季选举舞弊证据啊 找一堆 但是呢 没找到也不好找 不过我倒是看到新闻说啊 缅甸的选举呢确实是存在着非常大的漏洞啊 就是说有时候一人多头啊 这都没人管 那这就存在着很大的漏洞了 是吧 你不管说这个860万起到底有没有这么多 起码这么一个选举系统是面临着非常大的问题的 从这几点来看呢 昂山素季都有点这个续花枕头的感觉啊 那么有一点的还是要说的 就是说缅甸他对于这么一个和平宗教的态度 我是认可的 没有让那个和平宗教啊 进入缅甸去祸害缅甸 在这一点呢 我觉得多少呢 也是可圈可点 也算是一个政绩吧 你看看缅甸旁边的那个国家 那个和平宗教 哎呀 人口太多了 爆炸式的增长呢 一生五六个七八个 然后自己养不活 一接着政府 政府养不活 就向国际去发出呼声 联合国了 奈民署了 人权组织了 啊 我们是奈民的 我们吃不饱饭的 是吧 我们要流浪了 我们要往美甸跑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哎 缅甸政府做的还不错 没有让这个和平宗教去祸害缅甸 我觉得这一点做的还是可以的 总体来说吧 昂山素季勉强给个四分吧 我觉得四分已经是很给面子了啊 女人真的不适合去搞政治啊 女人都是感性的啊 政治还是交给男人就好了 政治是男人的春药 因为女人一掺和进来啊 就是女人只要一掺和进来 就昌达了太多的感情因素了 啊 那好 那现在再说一说这个军方啊 我对于这种缅甸的军方还是抱有这么一些好感的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爱屋及乌吧 因为我在推特上我也关注了一个缅甸的推特啊 就是几个缅甸的军人呢 他们都是轮流值班啊 中文发推 总是去介绍缅甸这个风土人情 通过这么一个窗口呢 也让我看到缅甸呢 它也是一个 它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比较贫穷相对落后 同时呢 它也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 也是一个充满了原始荷尔蒙气息的 比较有吸引力的一个地方嘛 因为现在我们一天到晚啊 都在谈这个欧美的民主 实际上对于一些小国家 对于一些小政府 甚至说无政府地区 那些人有他们的生活 有他们的快乐 虽然有人会说缅甸什么军阀混战 其实缅甸这个军阀之间的这个斗争与博弈 主要还是在缅北地区 缅北以外地区相对就和平 那么对于缅北的那些土皇帝 军阀呀 我觉得呀 这也是一个必须的存在 它有它存在的必要性 你想想缅甸北部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区 你不管说是在地理上 还是在这种人口结构上 还是在经济教育等等 再加上这么一个历史原因啊 可能就造成了这种缅北这边 给别人感觉啊 是一个军阀割据 实际上他们有他们存在的必要性 像有一些军阀他们也是啊 要靠一些自己的手段来去保一方平安 存在即合理 你不能够一听到这个军阀割据这四个字 你就觉得这是贬义的 其实它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啊 那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觉得啊 你这个对军方你打六分 给阿商苏基你打四分 你太偏心了吧 那么现在我重点说一下我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现在我对于这种军人跟政客之间 我更倾向于军人啊 我更喜欢军人那种梗子 拿军人跟政客做一个对比 我更喜欢军人啊 因为军人比政客干净多了 政客有几个是干净的 就从中国的北洋时期来算吧 那时候的你看军阀 其实很多都是有理想有情怀 接受过教育的 而且军队肯定比政治干净啊 军营肯定比政府要干净 而且通过这一次所谓的军事政变 目前我所看到的啊 没有发生所谓的什么大规模流血事件 什么大规模抓捕打人事件 我没有看到啊 这说明什么问题 军人手里啊有枪杆了 但是呢 他还是采取一种相对来说温和的方式去政变 那我就觉得缅甸的军方 他还是挺go-if的啊 那你再看看缅甸周边的国家 监埔寨越南 哎呀 那真的是雪令营的雪海一片啊 你翻开历史你翻到六七十年代 那时候被共产党给祸害的 雪海一片了 所以你没有对比你就没有伤害 缅甸呢 它也是一个佛教的国家 这里面的人呢 那也都比较温和啊 所以这一次的缅甸所谓政变啊 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呢 这也是一个文化的原因啊 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 如果有人非要拿这个经济啊发展呢 来去说事的话 那咱们也不妨去聊一聊啊 他们跟中国的这么一个态度啊 可以这么说吧 在缅甸不管谁掌权 不管谁上台 对于他们北边那个国家 中国 中共国 肯定都是要尽量的去保持和平 为什么呀 因为有好处捞啊 不管缅甸谁上台 到北京你开会 啊 钓鱼岛是中国的 台湾是中国的 这就是银行密码啊 就有钱赚了 那有人说啊 你缅甸舔中国啊 这个吃相难看 其实这个钱是不拿白不拿 对于很多缅甸人来说 那你们中共愿意给我们大傻逼 这个钱我们不拿白不拿 特别有一些人还比较有脾气 我这边我拿了你的好处 吃完之后呢 我还骂你这傻逼 有一些缅甸的人呢 他是这么一个态度 如果要是分析啊 这件事情的将来会朝什么方向去走呢 坦白讲目前我还不知道 因为我目前我都掌握的信息还不知道 目前这个事情的发展呀 还正在开始阶段 就是说这个电视剧啊 才演到第一集 咱们先不着急去说这个结尾 咱们可以再继续的去观察啊 那好这期节目呢 就先暂时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察啊 谢谢观看